无子无宠的伯皇后为啥能稳坐后卫二十年 每人星期中伯皇后名叫伯巧慧 但实际上这个名字在史书上并无记载 书上是直接称她为孝敬伯皇后 影视剧中的她不受宠 历史上的她也是这样 在吃人不吐骨头的皇宫里 因为种种原因 被废掉的皇后不少 不废而废的皇后更多 但皇后们的屈辱史是从一个女人身上开始的 第一个被废弃的皇后是汉景帝的伯皇后 据史料记载 伯皇后大方贤淑 但性格却非常内敛 也不会沟通感情 实在是非常无趣 这就导致汉景帝对她始终都喜欢不起来 但是她一生无子无宠 却能稳居皇后宝座二十年 这其中的缘由到底是什么 那是因为汉景帝留起 娶博巧慧并不是因为爱情 当时皇室的婚姻基本都秉承着是利益至上 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更有利的政治联姻 什么亲情 友情 爱情在利益面前都不值一提 那么什么样的利益让汉景帝留起 不惜娶自己不爱的女子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伯皇后的亲戚了 伯皇后的祖母 正是汉景帝的祖母伯太后 老人家名气很大 母家的权势也很大 刘起如果想坐稳自己的太子之位 且在继位之后能过上平安日子 那就得赢娶伯皇后 以此来获得老祖母的支持和偏爱 那么刘起为何非得要取得伯太后的支持呢 据说啊 这是因为当时窦太后想让她的小儿子良枉继承皇位 因此汉景帝此时的地位并不算是绝对稳固 她为了能够坐上皇帝宝座 就只能遵从长辈的吩咐 与伯皇后结为夫妻 紧接着在暗地里削弱弟弟的权势 以此来保证自己的地位可以更加稳固 那么伯太后又为什么一心想让她侄女加入皇室呢 明知皇帝不喜欢 仍然要一意孤行 伯太后是汉文帝的母亲 汉景帝的祖母 她从吕智的手下逃脱 抚养儿子到这么大 到头来 她希望自己娘家能因自己而拥有富贵的地位 也希望伯家的女儿世代做皇后 因为只要伯家的女儿做上皇后 那么伯家的富贵地位就能更加稳固 而汉景帝刘起又是一个打太极的高手 她尽管不喜欢伯皇后 却又选择表面上却接纳这个女人 但是接纳她之后呢 刘起又不接近她 毕竟她的后宫可以有美女无数 即便是给了伯正气的位子 自己也依然可以和美妾们在一起玩耍 刘起不去亲近她 那伯皇后那么多年 一直无子也很正常 可她既然无子又无宠 又为何能坐稳后卫呢 汉朝版遗休 无子无宠人生有多凄惨 汉景帝想通过与伯太后的侄女联姻 从而得到祖母伯太后的支持 这样她就能坐稳太子宝座 并能顺利登上地位 真是这充满着复杂利益的婚姻 给伯皇后的人生埋下了悲剧的伏笔 这样的人际关系也像其了甄嬛赚重的遗休 有一个一心只为家族荣耀姑母太后 有一个不爱自己的丈夫 在后宫没有儿子 没有宠爱 这和摇花手的遗休何其相似 除了对孩子下手之外 她俩简直一模一样 不过伯皇后的一生 似乎也要更凄惨一些 博士是在汉景帝做太子时 为了巩固太子之位 听从祖母伯太后的安排 娶为了太子妃的 博士的祖母伯太后搏击 原来只是卫王的一个妃嫔 卫王被刘邦败亡后 博姬被刘邦收留 并由姓被刘邦宠幸一次后 怀上龙肿 并生下刘邦的第四子刘恒 女后因为失去过刘邦的宠爱 对那些受宠的妃嫔恨之入骨 因此在她掌权后 其他受宠的妃嫔都受到了迫害 唯独博姬因不受宠而得以幸免 并能同她的儿子戴王 一起在封地享受着吃香的喝辣的日子 之后的几年里 刘姓朱皇子被女后迫害时 刘恒却在封地上得以幸免 在旅后和其势力被刘章等人灭掉后 刘恒又因性子老实 看起来好控制 而被诸大臣们立为继任的皇帝 继后来的汉文帝 伯姬也因此幸运地当上了皇太后 伯姬成为皇太后后 她首先想到的是扶姻自己的家族 她希望自己的家族地位 因自己而变得富贵显赫 但此时 她的儿子已经妻妾成群 儿女成群了 自然不合适再和伯家联姻 但是恰巧 孙辈中的太子刘启当时尚未娶妻 因此 她就为孙子刘启 选了她的娘家远房侄女 伯巧慧 做了她的孙媳妇 太子继位后 太子妃博士 自然就成了刘启的第一任皇后 但端庄贤惠的博士 一直得不到丈夫的爱 夫妻两人虽然都住在皇宫 但两人却想身处两个世界 永远没有交集 相反 刘启对立姬和二婚的王志等姬妾宠爱有加 与他们生下14个子女 却无一个是博士的 好在伯皇后有太后搏继的照顾 因此皇后位置还能保住 而公元前155年 伯太后病逝 伯皇后的靠山也就跟着没有了 再加上她无儿无女做傍身 在后宫那种无硝烟的战场上 后卫被王美人王志取而代之 她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废的皇后 但刘启为何只敢在祖母去世后四年才废掉皇后 汉朝遗休伯皇后 为什么会在太后死后被废 其一 虽说伯皇后在伯太后病逝后失去了靠山 成了一个不起眼的人物 但是她在皇室子刘彻即位的问题上 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博士的存在阻止了丽姬成为皇后 因为在立太子的时候 伯皇后并没有被废 因此立皇长子刘荣为太子时 丽姬也并没有被立为皇后 虽然伯皇后是早晚要被废的一个人 但是她一天不腾位 别人一天就顶不上去 因此她的存在 客观上阻止了丽姬和她的儿子同时被撤立 她无印中给王夫人赢得了两年宝贵的时间 王夫人利用这两年的时间去笼络长公主 做了好多为她儿子刘彻铺路的工作 如果不是伯皇后的存在 丽妃和她儿子刘荣同时被撤立 虽说将来也可以同时废掉两个 但是同时既废皇后又废太子 比只废一个太子难度要大太多 所以说伯皇后在皇室子刘彻即位过程中 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其二大汉王朝非常重视孝道 守孝三年是当时的习俗 加上汉景帝刘起一直以孝道治理天下 如果他在祖母伯姬刚刚去世 既清算伯家 会为天下人所不齿 所以汉景帝在伯太后去世三年中 一直没有动伯皇后 这也是孝道的体现 史书上虽没有注明伯家外妻多么强大 但是从伯姬当上皇太后之后 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娘家族中的富贵 并让自己远方侄女做皇后来看 伯家在朝中的地位并不低 因此汉景帝掌权后 自然和其他历朝历代的皇帝一样 清除外妻的力量 所以在伯姬去世四年后 伯皇后被冠以吴后之名被废 伯家自此倒台 伯皇后也在凄苦中走完了自己的一辈子 这就是伯皇后的一生 一生无丈夫疼爱 无子女傍身 孤独地活着 孤独地死去 被当成政治的棋子 并在逝去靠山时 被一起走过二十个春秋的丈夫 迫不及待地与之离婚 废处 被废后 他只能搬出宫廷独自居住 无人问津 无人关心 四年后在孤独中死去